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 君子兰就有话有发誓是留言问了 现在是君子兰的生长旺盛期 为什么自家养的君子兰生长的比较缓慢 同样是正常给它浇水施肥,肥料比较充足 而且又给它放了底肥 为什么它的生长速度那么慢呢 其实我们在给它施肥的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是我们给它在盆面使用了一些农家肥 肌粪或者是这种羊粪 这种羊粪虽然它肥力比较温和 而且各种营养物质各方面都是比较好 但是它是经过风干俯熟好了 做底肥或者是以浅埋的方式使用的话 它释放的养粪非常慢 当我们给它浅埋养粪的时候 大概要20天左右它才会释放出养粪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脊椎根绪 没有及时的吸收到养粪 那么我们应该长短效肥结合 才能满足菌子兰的生长需求 就是给它使用一点这个有机塑效淡肥 因为这种淡肥它是一种有机肥 我们给它适用的话 就可以促进脊椎快速的生长 我们使用这种有机淡肥的话 用水来吸叙 就是一比一千 所以我们使用的话 就准备好一千毫升的清水 之后再给它倒入鱼克 这一勺就是鱼克了 给它倒入鱼克 然后给它搅拌上 能让它完全充分溶解之后 我们再给它浇灌 很快它就会溶解掉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一次性浇透 但是我们使用这种淡肥 使用两次之后 我们就可以改为使用磷甲肥为主 就像这种磷酸阿青甲 给它适用 这样的话 才能够让它在后期 促进它花芽分化 到来年春节的时候 能让它慢慢的孕育上贱 如果我们养殖的君子兰 正式孕育上贱的时候 就不需要给它适用这种淡肥了 当我们的君子兰没有孕育上贱 或者是像这种小苗的话 就使用这种淡肥 就能促进它快速的生长 能让它快速的冒出新叶片 像这一盆小君子兰 它长出的叶片非常快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